看到大山没有 圆圆的 哇 好美吧 麻烦讲讲 一 二 三 二 看一下 宝贝 那边是哪里 这一个 最近 这开过的很多山 都是树的 哪里 银盘 银盘有好多同学在那里 五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少有时间陪伴儿子 一看到他老爸 基本都是黏着爸爸玩了 因为平时很少时间看到他爸爸 开心吧 看到他老爸回来 就要驾马呀 打枪啊 办警察呀 二零一九年春节前夕 正在放寒假的秦府昆 带着三岁的儿子 从广西御林的娘家出发 赶往五百公里外的 连州市酒杯镇连衣村 爹爹 爸爸要加班 他没空来接我们哟 这里都是山的 看到吗 这是哪里你知道吗 那天是我的上一任助成干部 带着我过来熟悉情况 就入户了 秦府昆 秦府昆一路上开了八个多小时 到达连衣村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 看到他安全地带走 儿子来到那一刻 才真正把心放下来 突然一发现有了 你看 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七号 刘龙腾通过广汽集团 新一轮住村干部的选片 刘龙腾考虑了很久 不知道怎么跟妻子开口 到了晚上 他给正在佛山教授的妻子 打了视频电话 我跟你说件事 一直来我都知道 他有这个心愿 想帮助一些贫困的人 作为妻子的 就必须要支持他 2019年一月底 刘龙腾来到清远市 连州酒杯镇连衣村 担任扶贫工作队队长 兼住村的第一书记 妻子秦福坤 果断地辞掉了佛山市 省一级小学的教师工作 一家人前后脚 踏进了连衣村 举家扶贫 2016年5月 广汽集团对口帮扶 连州市酒杯镇 连衣村 白石村 四连村 连衣村交通最为不便 扶贫工作队进驻前 连衣村没有幼儿园 适令儿童要到镇上 或者到连州市里上幼儿园 农村嘛 去城市里上学比较远 还有一个经济问题 很多家长就选择 六岁以后再独一年级 学权教育子已经给落下了 2017年3月 广汽集团投资130万元 在连衣村建起了达汤幼儿园 硬件标准 参照广州市幼儿园 达汤幼儿园 2018年9月正式接收 本村和附近村中的 士林幼儿 扶贫工作队给 王婷婷和连衣村的 贫困户子女 免了保交费 谢谢啊 2019年春季开学 吉普昆把儿子刘子清 送到达康幼儿园上学 看到幼儿园没有英语课 金普昆自告费用 到幼儿园义务教孩子们学英语 费用户子女 费用电路上学 在广汽集团 帮扶联州市酒杯镇的三个村 扶贫工作队都建立起一面墙 命名为脱贫攻坚作战室 随时补权更新贫困户信息 就是让联谊村的村干部 还有扶贫干部 对我们贫困户的情况 要做到一目了然 要重点关注的 现在是往建霜 断了一只手臂 然后又得了脑贪 那一批机都已经卖完了了 都有了卖完了都回收了是吧 因为当时有承诺过说我们要回收这个机的吧 这是2017年的王建霜 当年11月 广汽本田专门调派工程师 为王建霜独家设计定制了一台 造价6万5千元自动加工白茶的机器 在家里制作白茶 一年时间 王建霜成为连漪村增收最快的贫困户之一 2018年11月 一次癫痫发作 让王建霜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 一家人陷入困境 2019年1月 刘龙腾来到连漪村 当天第一次走村入户 直到王建霜刚刚做完了开卢手术 刘龙腾立即帮助王建霜 报销医药费 申请大病补助 他低保有多一点 但爷爷就每个月给500了 以前留着差不多 有四个人在家用 刘龙腾向王建霜的母亲 乌新帝免费发放肥料鸡苗 帮助他通过订单式养鸡来增加收入 刘龙腾自他第一次看到 残疾地保护王建霜的女儿王婷婷 这个和他儿子同岁的孩子 他就一直在寻找一个长效帮扶的措施 这个就是神圳上来的爱心人士的堂总 这个是婷婷幼儿园的学费 是一万块钱 等他读小学和初中或者高中的时候 我们再分批地把钱打过来 谢谢 乖 在这里吃饭 不吃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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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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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拜拜 对了拜拜 他有点无话 我叫你高兴在门哪里 你去哪 好 谢谢 你不在这里吃吧 你去吧 你留着就好 你自己自己自己去 你留着就好 你留着 阿姨真的不用 真的不用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姐 谢谢 谢谢叔叔 再见 叔叔有空再来看你 上来吧 你不去的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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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漪村可耕种的面积达到了三千一百二十七亩 俊没有一个种植大户 没有家庭农场 祖祖辈辈 种植稻米 花生 玉米 黄豆四大样子 品种单一 不成规模 农作物基本上自产自用 村民说没有产业 本事物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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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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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20年7月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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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6月,软船梦到村里仅三个月,引进茂名市一名有机蔬菜种植有限公司,成立蔬菜产业扶贫基地。 帮扶当委投入扶贫专项资金59.4万元,8%保底收益分红。 蔬菜基地采用稻树伦种的种植方式,枣造种水稻,碗造用有机肥种植尖椒、四季豆、青瓜、玉米等蔬菜。 一名公司流转了53亩土地作为种植示范基地,鼓励普通农户和贫困户以土地入股。 普通的农户除了拿到800块钱的租金以外,都能拿到400到600块钱的分红。 村民每天在这个地方打工,可以拿到80到100块钱的报酬。 为了推荐我们的村农业生产,我们准备培肉、辣椒、茄瓜等种苗,免费送给农户振行中植。 基地一成立,阮传梦和村两位干部就把村民召集在一起,准备大干一产。 然而,当地传统是种植荔枝龙人。 很多人应愿土地丢荒,也不愿尝心规模化种植蔬菜。 秦众,他因为你来扶贫,是送钱给他们用。 而我们是想通过产业的带动,把书写变成造写。 我跟你们说,你们这么多个人是最积极的,下回有什么着手都给你们。 59岁的贫困户余雪梨是第一批种蔬菜的五名农户之一。 余雪梨上有老下有小,妈妈89岁了,卧病在床。 哥哥嫂子去世了,留下一个女儿,由雪梨抚养。 余雪梨责任心强,勤劳肯干。 软船梦觉得,扶贫就要先扶这样的人,要扶出骨气,扶起几粮。 2017年8月,第一批五十多亩的现椒苗种下去了。 当年年底,辣椒挂满了枝头,软船梦心里美滋滋的。 没想到,等待软船梦的,就是市场的迎头一击。 2018年初,北方市场的蔬菜大量南下,导致我们蔬菜跌入了冰点。 辣椒五毛钱的没人用。 眼看辣椒就要烂在地里了。 第一批家族的农户急了。 我说,这个市场原因是暂时的,你要坚持下去。 我也偷了几百块钱补贴给他。 结果停到了过年以后,原来五毛钱没人要的辣椒, 涨到了五块五。 这些农户捞过盆门、博门。 多年,大力支持我们,也鼓励。 是要让愿意富裕的人先富起来, 让人们觉得眼红眼热,那参业症会做得更加大,是吗? 靠双手近流症,得经风光。 是。 通过产出高品质的蔬菜,农户年均增收约六千年, 直接带动二十多户贫困户脱铁。 2017年,第一批只有五户人做。 到了2020年,翻了一百倍,变成五百二十三户, 总种植面积达到了八百二十六年。 小弟,你猜的鸡公司发明的样子有多少日? 2020年7月24号, 阮传梦和崔华娟一起到山上收鸡。 这是墨镜书记阮传梦在2019年引进的第二个扶贫产业, 荔枝鸡养殖。 丁桃村有八千九百米泥芝和龙岩。 我当时考察了两年后才来这个头枝养鸡。 全村有六百十四户。 如果全村跟我养殖的时候, 肥膜就很大了。 鸡冬特别红, 它的无水特别鲜艳, 全部都是走生的。 你看那些茄子很厚。 茄子很厚。 这些鸡胸又没有肥又没有瘦, 这些鸡是很符合我们公司的标准的。 这些肉真的全部都是这么干鲜的。 广东人和鸡不成宴, 好鸡吃宴又减食, 我肯定可以赚到钱。 赚到钱之后, 他会带同签文去支付。 郭星云, 人家听到阿玛丽田鸡唱歌, 人家说这些鸡的声音。 这些鸡人, 他以前的毛, 特别粗。 迎贯户何伟的妻子刘雪芹, 患有红斑狼疮, 长期需要药物维持干不了重活。 2015年, 何伟的父亲中风。 货不担行, 同一年何伟出了车祸, 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切断了。 为了给父亲治病, 何伟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 还欠下了十几万元的外债。 最难的时候, 国家就有扶贫了, 来帮助我们的孔人渡过南竿。 平静勤劳的双手, 何伟夫妇搭上了脱贫致富的快车。 村里三大产业, 他们一个不辣地参加了。 种植百香果, 种植四季蔬菜, 带养荔枝鸡。 何伟加入村里的创凉荔枝专业合作社。 妻子刘雪芹在荔枝鸡养殖基地打工, 财路广开, 财源滚滚。 尼茲果的是 천种的的, 秧礼选择后一年收约来结合它的阅间。 放苹果, 收约保持十分百万元ar年华菲, 清洁建成一百万元半万元的 Grandhoofila之后4月的几万元是 carson船只是 вокруг燃增却 tampka要 camerár Kerana Fungacey Sin 7 充别 thirsty Straße。 没用前45个月之后, 工资准水还在印度上肉汉就出现在, 2018年,何伟把十几万千块一举还清 2019年,一栋占地面积130平方米的三层小楼建起来了 何伟一家成了丁唐村脱贫致富的榜样 2010年,他要赢了四十万 现在要赢了四十万 不能赢了百亿是共产党的支持 令独加上 是新党的 鹤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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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荔枝鸡养殖基地 供带动一百零九户农户养鸡 存利润五十二万元 先闻到有两个神口楼 养着荔枝鸡 买车 买楼 锤鸡 它脱开了这个 这个衣服 这个衣服 群众看到它将会把衣服冻过来 清晨六点前 丁堂村的村民把新鲜采摘的农产品 拉到村口的明湖超市门前 由超市集中收购 这是软船梦引进的第三个扶贫项目 解决了农产品销售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在此之前 丁堂村的农户要把农产品 拉到二十公里之外的集市 才能够卖出去 七十四岁的河秀晴 三点两桃地拉东西来卖 甘一下 stats 亚秀晴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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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晴晴晴晴秽晴晴晴晴晴íss风 camberm do教 Eve 2017年 何秀琴的大儿子因为车祸高位结贪 家里背负着沉重的医疗费用 老人家一度想不开 没有, 千万不要, 我要给你念头 我们把枪有情况都跟街上扮广告 领导就很关心外人政策 扮低保, 它是一级残疾 但是现在家里有四个劳动力 你这样扮得到 只要把银鞋的腹口穿开 这样就可以扮下去 另外 每个月有成千元的保贴 何秀琴用龙眼和南瓜换了钱 再从超市买新鲜的猪肉回家 丁堂村建档立卡贫困户51户125人 其中14户是无劳动能力的500户 享受政策兜底 阮传梦把他们视如亲人 虚寒温暖 对,这就很滚了 我现在做多一点 你练习,师父 对,这就很滚了 我练过黄龙十八掌的 是… 有点功夫 朱世权一个人,对吗? 家庭刚刚纵完手术 一定要多点关注 世权叔 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我看看 你是这样七月八号那天做过手术吗? 我做了一些动手术以前 他走过去看我 他就给了一个 300元的位置 那次我看到一代这么多 做完手术之后 人舒服很多了吗? 舒服多了 那以后就要自然饮食 朱世权现在把阮传梦视为亲人 但是仅仅在三个月前 在村里统一的无保护厕所改造项目中 虽然不用自己出一分钱 可朱世权还是死活不答应 朱世权 我们来了扶贫 真的是要采取灵活激动的战略战术 有时候跟他们斗智斗勇 甚至还要斗狠 我就想出了一个招 我说你要给我写个保证书 一是我就喜欢在外面大小便 第二呢以后的分红我就不要了 你刚才还没方便很多啊? 装着啥子 当时很多啊 其实呢 去上周要来又被人家的臭居 又被人家的鸡 我叫老软 他就叫我要把他叫小软微信 老爸你今晚回还是明晚回? 闺女 爸爸工作比较忙 周四晚上才能回来 爸爸已经跟妈妈讲了 听妈妈的话啊 他有什么都喜欢跟我讲 特别需要钱的时候 会叫老爸叫得很勤啊 2020年经过三年的科学改良 丁堂村的果树也迎来了风产 一棵树的瓜果 从原来五十斤 到了现在的两百多斤 以质量打通销路 而不是挂扶贫产品 打通青牌 一百一十多个农户 在这里摘一个装箱 西头村位于梅州市大部县东北部 2019年5月 梅州市财政局派遣杨正和 担任西头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兼驻村第一书记 从镇里面开车到这个村的最偏远的自然村要四十分钟的时间 西头村户籍人口有六百人 常住人口六十人 全村有贫困户十八户三十三人 大多年老体弱 也有残疾 黄禄生今年七十岁 家中三口人 儿子2018年煤气中毒去世 儿媳妇看到家庭破败 损心出走 留下了读高中的孙子 黄禄生妻子长期卧病在床 欠下了一大笔债 他自己有一大片水池 我就问他详细选择什么养殖项目 来去参与到我们卧病活动 他就说杨书记能不能够给些压苗给我 我养鸭 然后你能够解决我的销入 2019年黄禄生前后任养了140只鸭子 半年后鸭子肥了 2020年2月24号 东茂邻果种植有限公司 总共向黄禄生收购了86只鸭子 客家的正番鸭 一个鸭子都卖两百块钱了 八斤以上 这下可把黄禄生乐坏了 初年占了两万毒 今年也差不多三万了 这下来的钱就把这个老房子 盖回新房子 好事好事 谢谢两次 谢谢两次 鸭片的幻想迟的 要差不多一万毒块来脏修 现在我的老个卫生间都高起来了 以前的大小扁毒跑到外面去 我都觉得这手机是不仅质的 新修的厕所 花了五千一百元 非常好 他说杨书记 我居然存有六千块钱存款了 我有钱可以供我的孙子上大学做生活费了 2020年3月 杨正和发动东茂林果种植有限公司 投资两万元 用于扶贫主导产业 借鸡生蛋下落 初步引进150只五黑鸡 五黑鸡又名五黑一绿鸡 具有黑毛 黑皮 黑肉 黑骨 黑内脏的特征 鸡蛋外壳是绿色 鸡身的黑色素富含暖磷脂 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极具药用价值 被称为中国黑宝 在召集贫困户开动员会之后 杨正和发现 来的十户贫困户中 真正想下手养殖五黑鸡的贫困户并不多 只有四户贫困户 每户贫困户各借了十只鸡 每只鸡120块钱押金 但是这个押金不是现在就交 也不是交现金 而是半年以后 每个月每只鸡 交十枚鸡蛋的形式来去返还押金 同时一枚鸡蛋一元钱的价格保价收购 借鸡生蛋赚钱 对其他贫困户吸引力还是不够 他们还在观望 谢桂泉是西头村十八户贫困户中的一个五保户 非常勤劳 杨正和时常到谢桂泉家 他看中了谢桂泉家中养鸡养鸭的条件不错 桂泉兄 在搞柚子啊 你出来一下我有事找你 你养不养五黑鸡 多少钱 120块钱一只 你听我解释吧 我们公司保价收购那些鸡蛋 不要一下子拒绝我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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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年以后 谢谢 再喝茶 贫困户黄春彩借了20只五黑鸡后 好久没有来养殖鸡地 交保驾回收的鸡蛋 杨振和主动上门询问 春彩说 上次免费发给你的20只五黑鸡 现在还剩下多少只 13个 放在山上 不知道哪里 鸭鸡啊 老鹰啊 雕狗 搭的鸡窝可能是不够严密 没关啊 没关系啊 下次准备再免费给你30只 我们重新搭一个比较好的鸡棚 2020年2月 刚刚大赚一笔的黄鹿生 一转眼到了10月 家里剩下的40只鸭子 全都死光了 鸭子死了 孙子上学的生活费成了问题 杨振和通过私人关系 联系了社会热心人士 给黄鹿生的孙子 筹得每月600元的生活补助 黄春彩听了杨振和的建议 重新搭建鸡舍 野兽不再来了 黄春彩又领了30只五黑鸡鸡鸟 除了每月保驾出售鸡蛋外 还用五黑鸡蛋浮化更多小鸡 不断地扩大养殖规模 杨振和一点一滴 敲动几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内心愿望 从要我脱贫变成我要脱贫 时光的步履卖到了2021年 广东千千万万的扶贫干部 在农村一线坚守着 农人邦本 本顾邦明 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 发展壮大乡村产业 为乡村振兴赋能增色 努力汇救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